8月9日,香港特区行政长管林郑月娥 连同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以及商界代表会见传媒 林郑月娥指出,近两个月的示威活动 令香港经济情况严峻 呼吁停止相当广泛的暴力 特区政府将开展两项工作 并真诚谦卑聆听意见 我已经决定了,由下个礼拜二开始 就是恢复行政会议 行政会议今年的休假期 本来是去到8月27日才开 但鉴于现在的情况是相当严峻 所以我们将会在8月13日 下个星期二就是复会 第二个工作是已经请了财政司司长 领导相关的同事 制定一系列的抒解民困 以及协助企业的措施 特区政府会继续去小心 很认真,很谦卑去聆听各界的意见 希望将我们日后的工作是做得更加好 林郑月娥表示 9日她与本地商会、零售、金融等主要经济领域的 政治争拗,使香港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她希望激进示威者停止大规模 不定时、不定点的破坏行动 包括堵塞马路 阻碍重要公共运输交通 以及其他 关于我们目前经济的情况 或者未来经济的预测 都会觉得,好像我刚才说的 不是一个短期会消失 因为它本身不是一个惯常的周期性逆转 而且今次的下行是很快的 有人形容它好像一个海啸来到 经济的复原将会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 香港的经济要走出这个低谷 同样地香港的社会要在撕裂中复原 的起点和基础都是同一个 就是我们必须要停止 现在相当广泛性在香港出现的暴力行为 林郑月娥亦强调 面对当庆局势 作为对中央政府和香港市民 负责的特首会负起责任 把目前情况稳定下来 他提到国务院港澳办和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 日前在深圳共同举办的香港局势座谈会 认为中央关注香港情况可以理解 不过若香港情况继续恶化 中央政府不可能坐视不理 中央第一是非常关注香港的情况 这个当然可以理解 我们回归了22年 从来没有出现好像现在 在这么严重的局面 每个周末 现在可能每天都有一些示威暴力的行为 所以中央政府对此表示非常关注 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第二点就是中央强调还是非常信任特区政府 和我们的警队能够处理现在香港的问题 我作为特区信任长官 做视不理的 这个也是我听到的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